我们租人要是有文化,比你们戏人厉害百倍。 行了,不和你磨牙了,我要去军营,不用等我吃晚饭。 说完,苏卿抬脚朝外走,钟恒立刻双目追去。 不是说今儿不去了吗? 苏卿头也不回。 你现在心情也好了,我在府里的正事也做完了。 钟恒顿时有些失落,悠悠地看着苏卿, 直到那道潇洒的倩影消失,这一日,秦太医来给荣衡把平安脉。 脉象诊完,苏卿似笑非笑,老佛爷似的坐在椅子上,两眼看着秦太医。 秦太医顶着满头大汗,瑟缩着肩膀,小心翼问道。 王妃有何吩咐? 苏卿下的病情如何? 苏卿悠悠问道, 秦太医狐疑地看了苏卿一眼,不问九殿下如何,怎么反倒问四殿下了? 不过,苏卿问,他就如实回禀。 反复无常,不见好转。 苏卿汗手。 德妃娘娘送给我们,我没有转送给四殿下的那些补品,四殿下可还用着。 秦太医又狐疑地看了苏卿一眼。 四殿下的病,用不到什么大补的。 旁的补品没有,只燕窝每日吃着。 还能吃多久? 大约再有半个月吧。 秦太医越回答越是诡异。 王妃问这些做什么? 等他雨落, 福星将一个药盒子塞到他手里。 秦太医眼皮一跳, 错愕地看向苏卿。 苏卿皮笑肉不笑道。 等到燕窝吃完第三日, 你寻个机会将这药膏给四殿下用一次, 用完就不许再用。 秦太医顿时脸一白, 吓得差点将手里的药膏扔出去。 当初四殿下对他百般威胁, 让他给九殿下药里下毒, 结果不等他有这个机会, 四殿下自己就下不了床了。 现在, 难道九王妃要以情人之道还治情人之身? 你放心, 这个药膏当真是对症的。 秦太医一脸难以理解地看着苏卿, 你给他用了这药膏, 他必定病情好转。 到时候我只用你做一件事, 让其他太医注意到四殿下曾经吃下过的燕窝。 燕窝是德飞送给九殿下, 九殿下又转手送给四殿下的。 等到那些燕窝吃完了, 换了别的燕窝, 四殿下的病情刚好就好转了。 而这个时候, 燕窝都吃完了, 等于死无对症。 要说燕窝没问题, 估计没人信, 可要说燕窝有问题。 德飞是四殿下的亲生母飞啊, 他纵然有心害九殿下, 若燕窝真的有问题, 他能眼睁睁看着四殿下吃了? 你只按照我说的做便是了, 旁的不必担心。 不必担心? 是。 领命, 秦探医拿着药盒离开。 虎毒不食死, 德飞一口咬定不是他做的, 大家也是会相信的, 你就不怕弄巧成拙。 弄巧成拙, 往往都是因为弄得不够巧, 所以才成拙, 就像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之所以砸自己的脚, 而没有砸别人的脚, 那是因为你没有对方力气大。 我苏青从来不打没准备的仗。 荣衡, 好有道理, 他媳妇说啥都好有道理。 那你这仗准备怎么打? 磕几天就知道了。 说完, 苏青朝复兴道, 我让你准备的薄被子, 准备好了吗? 一听苏青提起被子, 荣衡顿时心头一虚, 别开目光, 但耳朵竖起, 听着福星回答。 主子, 真脂房那边说, 新棉花打的被子, 纵是薄盖着也热, 小的将您原先在平衡侯府盖的被子拿来了, 秀娘们翻新了一下, 要明儿才能做好。 唉, 今年夏天真是热得诡异啊。 很热吗? 长千不解的仰头四十五度。 今年夏天很热吗? 明晚上盖什么被子呀? 怎么我盖着大后被子到凌晨都有点冷呢? 福星反应过来了, 虽然他也不理解他家主子为什么这么早就要盖这么薄的被子, 但主子说的话那就是真理, 绝不允许有人质疑。 立刻白了长青一眼, 福星气势汹汹道, 你能跟我家主子比? 我家主子坐着也能打倒十个年。 长青, 原来功夫好坏, 还有这个区别, 又长知识了。 屋内, 躺在自己的药床上, 看着头顶的机关, 荣衡数而细听, 里面终于一点动静都没有了。 麻利起身, 利索进屋, 荣衡清车熟路地翻身上床, 小心翼地将素青身上盖着的被子退了下去。 不是热得厉害吗? 不盖就凉快了。 被子退下, 荣衡轻轻躺下。 不知是退了被子冷还是如何? 荣衡躺下的一瞬, 素青缩了缩身子, 朝荣衡怀里靠过来。 白天看上去霸王一样的人儿, 晚上睡着了。 还是霸王一样。 人家女人钻到自己夫君怀里, 应该是软软地蹭在胸前吧。 她的女人, 一翻身, 直接一条腿将她骑在身下。 一只胳膊搂住她的脖子, 顺势, 她的头就抵到一团柔软上。 书恒顿时全身血沸腾了, 她的二弟更是沸腾地凹叫, 奋力想要冲破枷锁, 不愧是她的女人。 霸气! 这睡姿, 头抵在那团丰盈的柔软上, 熊恒很想张口咬一下, 或者用嘴蹭一蹭。 然而, 实际上她什么都不能做, 不仅倒嘴的骨头不能吃, 还要保持头部一动不动。 很快, 满脑子香艳刺激的想法, 就被眼下的事实取代。 呃, 太热了。 苏青紧紧估着她的脖子, 她的头埋在她的胸前, 有点喘不上气, 这么热下去, 怕不是明儿一早去一脸废子了吧。 轻轻的, 轻轻的, 熊恒抬手, 抬起苏青的胳膊, 提到一定高度, 她想将头钻出来, 只是不等她钻, 苏青蹭的就翻了个身。 苏青动作的那一瞬, 熊恒倒是脸上骤然一凉快, 呼吸也畅通了, 但是吓得有点不敢呼吸了, 全身僵住。 静静的, 听到苏青倦颖的呼吸声, 熊恒大松了一口气, 躺好。 冷汗居然湿透了背心, 才躺好, 苏青蹭的又翻身过来, 熊恒刚刚放松的全身, 又紧绷, 眼睛一顺不顺的盯着苏青。 这一次, 苏青没有腿齐她, 也没有胳膊咕住她, 但是, 苏青睁开眼了。 熊恒惊得差点没叫出声来。 脑子一片空白, 反复就是一句话, 怎么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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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月色扑得一地青黄, 就着这份月色, 两个成年人脸对脸, 躺在一个枕头上, 默默注视着对方。 若是别人家, 这一定是狼情惬意, 寒情默默的一幕。 可是, 发生在她家, 空气凝滞的, 宛若坟墓, 终于, 荣恒扛不住这份凝重。 你是在用眼神暗示我离开吗? 苏青。 苏青原本以为自己正在做梦, 刚打算继续闭上眼睡, 某得听到荣恒说这话, 心头顿是一个机灵。 靠! 蹭地坐起来, 苏青直接一个脚地板, 排山倒海踹向荣恒。 老子是用行动明示你滚! 一声闷声惨叫, 荣恒跌坐在地上, 可怜兮兮又尴尬又不安地爬起来, 苏青乍毛一样盯着荣恒, 一脸铁青, 双目喷火。 解释! 大半夜的为什么爬老子的床? 我病了, 想要叫醒你帮我瞧瞧, 本王觉得有点风寒, 王妃你不是精通医术吗? 本王想让你给我瞧瞧, 王妃为何反应这么大? 王妃以为本王要做什么? 你真的是病了让我来瞧病的? 不然呢, 本王娶你不就是为了给本王瞧病? 你既是来瞧病叫醒我便是, 为何躺在我床上? 本王倒是叫了, 你不行啊, 本王正打算近距离叫你。 是这样吗? 苏青上下打量容后, 你没病。 没病? 不可能, 我头晕又身上燥热, 我有病。 我瞧这一切正常, 至于你说的头晕燥热, 估计是你。 顿了一瞬, 苏青道, 你有病我有药, 药治疗也容易。 话音突变, 荣衡心头没得升起一股不好的预感。 怎么着啊? 荣衡话音未落, 只见苏青手一抬, 然后他后脖颈处受到猛烈撞击, 沉沉一疼。 再然后, 他充满怨念的眼, 悠悠和尚, 被敲晕, 熊恒一头栽倒在床榻上。 一个大男人, 大半夜头晕燥热, 你是尿憋醒了, 又睡不着四春了吧。 苏青嫌弃地看了他一眼, 跳身下床, 将荣衡摆好, 给他盖了被子, 自己转头去了外面的软榻上睡。 软榻底下蓄满了草药, 不乏几味上好的安神药, 药香营绕, 苏青翻了起身, 很快睡着。 从今儿起, 你睡里面大床我睡软榻。 为何? 总不能一直委屈本王你屈尊睡在软榻上。 你不是说本王与床相克? 以前相克, 现在在我的精心调理下, 已经不相克了。 就这样定了。 不必了, 本王睡软榻已经习惯了, 再说, 软榻上面还有机关, 总不能在屋里床榻上也安装一个。 开什么玩笑, 软榻榻比床小了整整一半, 睡床榻榻抱着苏青苏青都闲热, 要是睡软榻, 那还怎么抱? 殿下, 机关是活的, 小的拆下来安装到礼物就是, 不麻烦。 本王睡软榻习惯了, 不想换。 接下来的数日, 每当夜深人静, 苏青熟睡的时候, 他的床头总会立着一个满脸纠怨的男人。 如果这个时候有人从窗外偷窥, 画面一定很惊悚。 这一日, 天朗气轻会风合唱, 苏青神清气爽的起身, 看着荣衡一对黑眼圈, 转头朝福星道, 你让薛天再买三两安神药, 回来给他蓄到床垫子里, 蓄在头部。 主子, 垫子里已经蓄了七两, 再蓄就是一斤了, 一斤安神药放头部, 小的怕他长眠不行啊。 没事, 你尽管蓄就好。 福星点头硬了, 又看了荣衡一眼, 追问苏青。 主子, 殿下为何夜里睡不好? 苏青也看了荣衡一眼, 低声道, 轻壮年男子, 又这么久不见女色? 福星顿时一脸了然, 撇撇嘴, 又看了荣衡一眼, 朝苏青道。 果然是胸前没有二两肉, 下山全都变秦兽, 都病得要死了, 还惦记这事儿, 你看就是个色鬼, 还好主子你与他只是合约夫妻。 荣衡, 他们主仆俩以为他聋了吗? 荣衡黑着脸壳了一声, 表示自己听得到。 福星没理他, 继续和苏青道。 小的就从来不惦记这种事儿。 一脸正人君子的骄傲, 长青正同情地看着他家殿下, 闻言差点没喷笑出来。 怎么这么多人? 酒帝小心些, 今儿怕是有人要对弟妹不利。 黄兄此言何意? 今儿进宫的时候, 我意外瞧见钟永伯的儿子也来了。 钟永伯的儿子和苏青有什么关系? 你不知道? 怎么这种感觉好像大家都知道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情, 唯独他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了, 黄兄。 钟永伯的女儿是老四的侧妃, 前些日子老四和弟妹说情, 让钟永伯的三子到平阳军历练, 这件事你可知道。 怎么了? 前天苏青在军中亲自监督, 将钟永伯的三子打了五十军棍, 当时人就差点断气, 这件事私下里闹得沸沸扬扬的, 你不知道? 龙恒的神色, 党皇子一脸怜悯, 娶了个这么暴躁狠力凶残的王妃, 九弟真可怜。 黄兄, 你那意思是, 钟永伯今儿要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子, 给儿子讨一个公道? 是不是讨一个公道, 我不知道, 不过, 父皇最初的意思是, 只让弟妹给他一个人表演一下投掷火药, 后来是皇祖母和郑国公连妹请求, 才搞出这么大动静的。 我从不打无准备的仗, 难道今儿苏青要和德飞打仗? 行过礼, 苏青和福星已经将战车摆到位, 启禀父皇一切就绪, 可以开始了, 及时到。 怕雨落, 空地左侧立刻响起了三声敲锣声, 苏青差点跪了, 打个土装低配版的小钢炮, 居然要用及时, 那打完是不是还要送入洞房? 心头无力地吐槽一句, 苏青转头朝福星道, 开始吧。 在苏青说完的一瞬, 神群的最后面, 立刻有个小内侍, 拔腿就朝外跑。 惠妃远远瞥见那人奔跑的身影, 嘴角明起一缕笑, 关起面前的杯盏, 朝身侧的德飞笑道, 今天的葡萄酒可外好喝, 这红红的颜色也是喜庆。 好喝你就多喝点吧, 免得一会儿喝不下去。 就在德飞翻白眼的一瞬, 浮星发射, 顿时一个黑乎乎的东西被高速射出, 空气被滑坡的声音略有些尖锐, 很快那黑乎乎的东西就离开了众人视线, 随着大家凝目追望, 翘首探驳之际, 不远处发出一声巨蛋。 哦, 我要炸了, 黄生看着木旦喜色, 抬手鼓掌。 哎,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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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错哎, 这果然射的远啊, 这射程比最强劲的功奴都要远上两倍不止八, 哎呦呁, 郑国公坐在羣臣之手, 哈哈哈哈, 嘿, 有了这样的东西啊, 日后我们的将士在战场上如虎添翼 必定是战无不胜了 有了这样的神器 都可以缩减军队人员 让更多的人回家过常任的日子了 是啊 等下次上战场 李大人带着白台战车就可以了 平阳军也能歇歇了 此前将军带着平阳军日理万机 也是该歇一些放松发松了 若能以儿臣通宵达旦 幻父皇高枕无忧 而臣死而无憾 他怎么能说出这么高端的话来了 大夏朝有紫禁将军这样的忠臣良将 实来江山之幸啊 我刚刚的话是对陛下说的 不是对郑国公你说的 陛下还没开口 你就接了这茬 还接得这么浑然不绝 你难道不觉得不妥吗 陛下 臣只是由衷地觉得 紫禁将军实乃卧超难得的人才 别无他意 臣对陛下 皇上不想听他叨叨一摆手 行了行了你起来吧 谁见谁中 朕分得出来 李大人心肩胆战之际 公公不好了 华清宫那边着火了 怎么回事 是紫禁将军打过去的火药落在了院中树木上 华清宫方向已经浓烟滚滚升天而起 怎么回事 华清宫失火了 好好的 怎么会失火 是方才 紫禁将军打过去的火药落在树上引起的 火药落在了华清宫的树上 你这战车 到底是用来对付南梁象兵的 还是用来火烧工程的 啊 眼看太后又朝苏清发难 荣衡坐不住了 正要起身 苏清仿佛心有灵犀一般朝他看来 坐着别动 扶植心灵 荣衡看懂了 难道这也是苏清今儿有准备的账的一部分 这么差的准头 战场上没有炸了敌人 反倒炸了自己人 可如何是好 对啊 那可是火药 别战争神器成了自残力气才好 也许只是紫禁将军不会操作 胡说 听说这战车是紫禁将军自己发明的 他要都不会操作 那谁还会啊 我就说 一个不学无术杀人如麻的人 逛窑子下赌坊十几年 怎么就突然有了这种本事 也许只是一时失误呢 也许还是故意的呢 人群里说什么的都有 皇上 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这幸亏只是烧了华清宫 若是当时方向失控 直接在这里原地爆炸 那岂不是要了皇上的命 只是一时失误 一时失误 挨家看 他根本就是故意的 不会 真太了解苏清了 他断然做不出这种事情的 再说了 故意烧毁宫殿 对他有什么好处啊 哎呀 母后啊 您多心了 只是一时失误 你想说什么 当时 华清宫的树被点燃 工人们救火的时候 有人在树下看到一块油毡 怎么会有油毡 油毡 好像是和火药一起被投掷来的 皇上还要包庇他 给朕解释 父皇明察 第一儿臣投掷没有失了准头 第二儿臣也没有火烧华清宫 事到如今 这么多双眼睛看着你 人正物正俱全 你还要狡辩 挨家看 不用行 你是不会说真话的 来人哪 将这包藏祸心的 给挨家压下去 皇后眼皮一跳 上一次在会妃请宫 太后也是这么中气十足 太后难道连茶都不茶 就要把孙喜压下去 言行逼供吗 事到如今 你纵是说破天也无济于事 事实就是事实 压下去 皇上明察 华清宫当真不是我家王妃烧着的 将这剑壁一同压下 还愣着做什么 难道要等他将这里也烧了吗 不后息怒 不后您息怒 还是等真问清楚的好 皇上 若是想要姑息包庇 他是群臣不服 你有何话说 儿臣无话可说 儿臣奉命进宫给大家展示一下战车威力 却没有想到一桩好事 竟然闹到这种地步 既然皇祖母一口咬定儿臣是纵火凶手 儿臣百口莫辩 只求父皇一件事 说 父皇要压戒儿臣也好 言行逼供也罢 请再等办住香 办住香之后 父皇如何处置作恶之人 儿臣绝无意义 哼 你休要拖延时间 你以为会有人来救你 轻者自轻 只是等到一切真相大白 也希望皇祖母能够用对待酸习的态度 对待真正的歹人 哀家就给你办住香的时间 免得你说哀家 待你苛责 办住香的时间 启禀陛下 太后娘娘 九王妃发射出去的花瓣 奴才已经全数捡回 这话一出 全场蒙了 父皇明察 这块黑布就是方才包裹花瓣的黑布 就是在发射之时 大家看到黑乎乎的东西 众人 肃青发射的是花瓣 德飞一脸茫然 整个人惊呆了 他苦心准备了火烧华清宫的大戏 肃青给他准备了这样的惊喜 你即使发射了花瓣 刚刚为何大家都听到了一声火药爆炸声 疾病德飞娘娘 那声巨响 是奴才点燃的炮声发出来的 九王妃告诉奴才 如果花瓣准确地落到相应的位置 就点燃一只炮掌 如果没有准确落到位置 就点燃两只炮掌 容恒暴毙靠在椅子上 一门心思等着看好戏 哼 想要算计他媳妇 你们还嫩着呢 你们是后宫争霸赛的佼佼者 我媳妇可是千军万马里的第一名 父皇虽然给儿臣定下的发射点 是华清宫旁边的空地 但是儿臣担心自己失误 不仅没敢用真的火药 而是以花瓣取代 投掷地点也由空地 换成了皇后娘娘请宫宫外的空地 本宫门前 我事先告知娘娘 苏清有罪 儿臣擅作主张 自行更改展示示意 没想到给大家带来这么大的不便 儿臣实在有罪 只是华清宫失火 怕是另有真凶 还请太后娘娘明察 太后差点一口血吐出来 何妃不是什么都准备好了吗 怎么闹出这么大的乌龙 他们在这里往私利给苏清定罪 人家压根儿没用火药 没投掷华清宫 这 一张老脸 火辣辣的疼 德妃惊恶又委屈的坐在那 他是安排好了呀 但是 谁能想到苏清凌是擅作主张呢 母后 这件事啊 儿臣一定洗茶 查出真凶 然后亲自交给母后处置 敢在宫中纵火 又敢冤枉给九王妃 此等胆大包天 务必严惩 你亲自去查 副公公领命 转头就走 顺便将那个前来报信 此时已经面色土黄的小内侍 一并提走 郑国公沉着脸看着苏清 恨不得一步冲上去 把这个人给掐死 真是 能争善战呢 太后娘娘 以后遇到什么事 还望太后娘娘不要着急 给孙媳妇定罪 不然别人还以为 你巴不得孙媳妇有罪呢 咱们好歹是一家人 太后 火辣辣的脸上 宛若挨了两巴掌 左右开弓 皇上让福公公亲自去查 凭福公公的本事 查到他头上根本不是问题 宛若坐在油锅里 你看这葡萄酒的颜色 像不像血 陛下给臣做主 顿时 全场的目光落向钟永波 何事 陛下明察 臣子不日前 得九王妃同意 在平阳军中历练 三日前不知何故 被九王妃亲自监督 打了五十军棍 当时就被打得险些断气 两个小内侍抬了钟永波的儿子上前 陛下 臣子固然兴许犯错 可臣不明 臣子究竟犯了何错 要让九王妃下杀手啊 臣也是逼不得已 才选了今儿的日子 求陛下 替臣向九王妃问个明白 臣实在没有胆量亲自问 哎呀 怎么回事 都三天了 他怎么还是这样 你们没有给他用药吗 我记得他被抬回去的时候 我特意将太医院熬着好的药膏 送给了他一个 终衡眼皮一跳 正戏开始了 正戏开始了 老臣冒着一死 但求九王妃能明示 到底为何将我儿达成这般 父皇 儿臣是让人打了他五十军棍不假 可这五十军棍 堪比当日容嬷嬷挨的那几十板子 如果用儿臣的药膏 三日时间 就算不得痊愈 也应该能下地了 儿臣不明白 为何他依然不能动弹 你们为何不给他用药 是故意想要抬了人 让陛下给你们做主吗 钟永波 陛下 犬子被送回的时候 的确是带回一盒药膏 得知那药膏就是太医院 正在加班加点熬制的神药 臣一顿不辣给犬子用了 可药膏用完 不仅伤口未痊愈 反倒越来越严重 不知九王妃给我儿的药膏 到底是什么 这话是何意 昭然若揭 我给你的当然是太医院给我的 你是对药膏有所怀疑吗 若是怀疑 不妨拿出来让御医瞧瞧 陛下 儿臣恳请御医查一查那药膏 按常理 只要他涂抹药膏 伤势断然不会不轻反重的 正因为如此 儿臣在仗则他的时候 才没有顾及四殿下的情面 四殿下 正好 因为犬子的伤势 这药膏 臣随身带了 上来的正是太医院院士 咬了一点在手背上 轻轻涂抹一下 然后凑着鼻尖细纹 陛下 这药膏里被人夹了一味犁卢 犁卢对外伤有摧害作用 哼 苏卿 这次 你做何解释 浑然没有察觉到 一侧的德妃那张雪白的领 苏卿看了德妃一眼 朝太后回禀道 启禀太后娘娘 孙媳妇没得解释 这药膏是太医院送到平阳军中的 第一批药膏已经被送往前线 这盒是第二批中的 孙媳妇当时让军医拿给他的 说完 苏卿看向皇上 至于药膏为何被人下药 儿臣不知 儿臣求父皇明察 这药膏是被送往前线的 前线正在打仗的 是儿臣的父亲 和他率领的平阳军 如果药膏有问题 后果不开设想 顿时 一场私人恩怨 陡然升级 你的意思 难道是有人故意 在药膏里动手脚 祸害前线将士 且不说现在军中药膏 想必太医院现在也有很多成品 如果有人动了手脚 那些成品中一定有有问题的 院室大人一查便知 太后心头微动 莫非真的有人在药膏中动了手脚 将太医院做好的药膏全都给朕搬来 就在这里查 朕倒要看看 是谁 在跟朕的江山过不去 哼 打眼功夫 太医院所有太医 并做好的药膏就被带来了 他的脸色 阴沉的仿佛雷雨天的云 被他检查完的药膏 分别放在左右手两边 一注相识间 院士检查完 朝皇上回禀 陛下 这些是被放了离炉的 此语一出 全场震惊 究竟是谁要残害 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 陛下 前方将士用命 在守护我大下江山 后方却有人 给他们送上催命的药膏 还望陛下严惩凶手 你现在就给朕查 查不出结果 今儿谁也别离开 刑部尚书满头大汉领命 点了两个刑部的官员 并经赵尹一起 开始查案 院士大人 像他这样的外伤 如果仅仅是药膏里参放了离炉 伤势会恶化成这样吗 犬子如何 如果单单用了离炉 也只是外伤难以愈合 但是药膏本身具有消炎阵痛的作用 这个作用不会被离炉完全削减 论理 他不应该发烧的 秦太医 一咬牙 秦太医立刻上前一步 听院士的话 臣忽然想到四殿下的病情 不知令郎这三日来都吃过什么 他被打得几乎断气 这三日除了燕窝粥 别的衣盖为吃 怎么回事 启禀陛下 四殿下这几日也只是吃了燕窝 吃燕窝的时候 四殿下一直高烧不退 臣等怎么都束胜无策 可三日前 四殿下的燕窝断了一顿 恰好那日四殿下的高烧就退了 后来四殿下换了燕窝吃 也没有再继续高烧 陛下 四殿下吃的燕窝 是九殿下送去的 父皇 儿臣送给四皇兄的燕窝 是德妃娘娘送给儿臣的 儿臣尚未开封 就直接转送给四皇兄了 陛下 四殿下虽然做错了事 可他只是欲下不言 如今九殿下如此下毒手 陛下要给四殿下宿主 臣妾是送给九殿下许多营养品 可臣妾若是在营养品中动了手脚 难道臣妾眼睁睁的看着四殿下吃下去 而无动于众吗 他可是臣妾怀态十月生下的 敢问府上给令公子吃的燕窝源于何处 此时事关令公子和四殿下生死安危 还望伯爷坦言 燕窝是侧妃娘娘托陆太医送来的 因着九殿下送去的燕窝 是极瓶血验 侧妃娘娘惦记家中母亲身子弱 便让臣给忠勇伯夫人送了些 没想到这些燕窝却害了令公子 那前温府上可还有余下的燕窝 可还有一些 禁军统领立刻去取 禁军统领得令即刻离开 不足半煮香时间便飞奔而回 双手奉上一个匣子 陛下 这燕窝是被单身农之浸泡过的 顿了一下 太阅院士满目复杂又道 单身与黎卢乃药中十八反 黎卢会抵消单身的药性 因着其本身也有毒性 若二者同时服用 轻者生病 重者丧命 九殿下 你就这样狠心 一定要指四殿下与四弟吗 你们可是薛亲的手足啊 父皇 儿臣什么也没有做过 你让东西送来 儿臣当真是没有拆封 就直接送过去了 九殿下说没有拆封就没有拆封吧 那东西是进了你府里才出来的 谁能给你作证 朕能作证 顿时 众人 德妃听了回眸 看向皇上 转泪哗哗哗的路 陛下 您疼爱九殿下 臣妾无话可说 可四殿下 也是您的亲生骨肉啊 您 那日 朕恰好去航尔府里 瞧着战车 战车并那些未开封的营养品 一并放在客房 是朕亲眼瞧着府中的总管 将未开封的营养品送到老四府中的 可陛下也不能肯定 在您瞧见那些营养品之前 他们没有被人动了手脚 从营养品送到荣衡府里 再到皇上瞧见那些营养品 前后也就一个时辰时间 老四的病症 是轻时装 高烧不退 乃是黎卢和单身的作用导致的 只是高烧乃是轻症 不过 臣有一事不明 如果这燕窝当真是九殿下做了手脚 那九殿下难道也知道高耀被人做了手脚 陛下 求你一定要给四殿下一个公道 陛下 也求您给九殿下一个公道 九殿下每日要三饮黎卢茶 这是人尽皆知的 如果不是凑巧四殿下生病 那些燕窝就被九殿下用了 陛下 如果九殿下再用过黎卢茶半时辰内 再吃过这些泡过单身的燕窝 以九殿下凌弱的身体必定暴毕 陛下明察 臣妾也知九殿下日日饮用黎卢茶 这样众人皆知的事 臣妾怎么会在燕窝里放单身呢 再者 就算臣妾有心害九殿下 臣妾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皇儿 有下有问题的燕窝 而无动于衷了 那是德妾娘娘根本不知这药膏里被放了黎卢吧 在今日之前 无人知道 太医院特意熬制给前线将士的药膏 被人动了手脚 既是不知道 当然就不会考虑单身和黎卢的问题 可荣衡服用黎卢茶 却是人人知道 一旦他吃了这放了单身的燕窝 必死无疑 苏卿 你放肆 德妾是你的长辈 怎么说话呢 孙喜只是说实话而已 太后娘娘既听不下去 孙喜不说便是 但是孙媳妇不说 不代表这么多血量的眼睛看不出来 说着是不说 结果苏卿一句不少说 如果九殿下当真用了那燕窝而暴毙 到时候就算查千真相 有太后娘娘和郑国公护着 德妃娘娘也不会以死谢罪 可九殿下却再也活不过来了 难道对德妃娘娘来说 这不是一本万利 太后重重一拍桌子 放肆 孙喜就问太后娘娘一句 如果真的是德妃所为 您会袒护吗 德妃断然做不出这种事 哀家也不会回答 你这无理取闹的问题 是不会还是不敢 你放肆 太后要说的话没说完 福公公急吼吼的回来了 身边还跟着一个小宫女 确切的说 是福公公提着一个小宫女回来了 宛若托死狗一半 一眼看到那个宫女 太后顿时脸色更加阴沉 狠狠的朝德妃瞪了一眼 德妃惊恶地看着那被福公公送来的宫女 吓得浑身贪乱 福公公一路快走 急着苏青身侧 将小宫女一把丢在地上 回禀道 陛下 奴才已经查清楚了 华青宫失火 都是他做的 这个宫女是德妃宫里的二等宫女 一般朝臣不认识她 郑国公确实认识 盯着那宫女 郑国公恨不得眼底能喷射出剑语来 好将这宫女一剑封喉 免得他说出什么对德妃不利的话 事已至此 整个御花园安静的像是一座坟墓 无数双眼睛盯着那宫女 说 谁支持你的 一切都是奴被一身所为 与庞生无关 你一人所为 真都不知道了 这德妃的宫女居然有这样大的本事 火烧华青宫不说 还让那么多人配合你诬陷苏青 皇上 这话何意 重刑之下 他已经承认 一切都是他自己所为 难道皇上 一定要将德妃也牵扯进来 才满意吗 当真是奴婢一人所为 与德妃娘娘无关 娘娘珍重 奴婢自知 无言面对娘娘 奴婢已死谢罪 说完 那宫女猛的起身 然后飞快一头 撞向地上的青石板 这要是一头撞上 必死无疑 当时满座朝城后妃 倒吸一口冷气 却在她叫额头 碰到地面的一瞬 浮行一步冲上去 一把踢住她脖子 将她凌空拎起来 陷害我家主子 岂能便宜你就这么死了 想死是吗 死之前 我让你体会体会 什么叫求生不能 求死不得 浮行一脸凶残地说完 手上一用力 将那宫女上抛出去 等她的脚抵达浮行肩膀的高度 浮行一把抓住她脚踝 开始飞快地抡 就像是三百六十度 上下左右甩面条一样 众人直接惊呆了 浮行的脸已经够凶残了 这折磨人的方式 简直就是凶残本财呀 苏清一脸歉意地看向皇上 陛下恕罪 浮行从小跟着儿臣 见不得儿臣被人欺负 这宫女陷害儿臣 想必是死罪一条 即是死罪 苏清顿了一下 转向太后 太后娘娘该不会记忆 让孙媳一泄心头愤怒吧 太后 皇上 众人 大约两盏差功夫 估计是浮行的胳膊酸了 一拽那宫女的腿 将她重新丢在地上 只是 不等被抡到七昏八速的宫女 缓归一口气 浮行一把捏住她后脖子 将她的头扬起朝天 说 谁指使你的 那种被三百六十度飞快旋转 同时还要忍受浮行在她脚掌脚腕 各种扭各种掐 简直太煎熬了 就是现在贪坐在地上 都觉得自己的个儿还在转呢 浮行雨落 别嘴一笑 哼 你最好说实话 不然 我有一百种方法 搞得你求生不能 求死不得 宫女一张嘴 挖的一口吐出来 被这么玩命的抡 她早就想吐了 会晤出口 污了胸前衣衫 就在众人惊悚又反胃的一瞬 伏星眼皮不眨 将她的衣服向上一撩 刚刚她自己吐出来的东西 又被伏星兜回她嘴里了 呃 公妃里又看不下去的了 就跟着恶心吐出来 说 伏星平地一声吼 那宫女扛不住 是德飞娘娘 那奴婢家人的性命 被奴婢的 大点声 谁 德飞娘娘 谁 德飞娘娘 求生欲 或者是求死欲的唆使 那宫女 用出吃奶的劲 大声道 说完 伏星将她往地上一扔 哼 你可以撞弟子杀了 走到苏青身边 伏星怒目看着德飞 朝苏青道 主子 她说是德飞支持她的 众人 伏公公 德飞 不愧说 姜还是老的辣 第一个反应过来的 是郑国公 郑国公一脸怒气 沉着脸看向皇上 陛下 这太荒唐了 九王妃的婢女 明确是在用酷刑 将她驱打成招 之前四殿下的随从 害过九殿下 九王妃怀恨在心 才这般污蔑德飞吧 其实是不是德飞做的 大家心里明确似的 陛下 臣妾冤枉 定是救王妃 得臣妾怀恨在心 才故意牵扯臣妾 我是怀恨在心 但我如果要报复 我会选择更直接一点的 而不是这样 更直接一点的 暴揍一顿 众人眼皮一跳 就在此时 刑部尚书带着经兆尹 双双顶着锅底脸回来了 一并带回来太医院的 一个药童 陛下 高耀仪氏 陈同经兆尹一起 已经查明 刑部尚书说完 德飞一眼看到 那个扑通跪下的药童 顿时心头一跳 眼前一黑 故东栽倒过去 德飞不合时宜的昏厥 引起大家一阵低声议论 药童跪在地上 陡若筛康 启禀陛下 是 是德飞娘娘跟前的子月 让奴才往药膏里 掐了黎炉的质子 这出其不意的一句 连太后和郑国公也震惊了 轰的 脑子里一转 太后想起当日德飞说过的话 陛下 臣以为这是子月义人所为 与德飞娘娘无关 否则德飞娘娘 也不会眼睁睁地看着四殿下 用了带黎炉的药膏了 且不说燕窝如何 单单这药膏 就对四殿下的病症 又害无益 德飞娘娘 断然不会害四殿下的 郑国公说完 行不上书道 陛下 紫月已经招供 是德飞娘娘命她如此做的 郑国公顿时扭头 一脸凶光地看向行不上书 你想要冤屈德飞娘娘 陛下 这是紫月的口供 不仅招了高要一事 华清宫失火 是德飞命工人所为 德飞娘娘送给酒店下的燕窝 也是她动的手脚 有了这份口供 再加上药桐的认罪 德飞的罪 铁板钉钉了 郑国公眼角抖了几抖 没忍住 向后踉跄半步 怎么会是这样 像当初 四皇子碎花楼捉拿小白脸 无意间暴露了招徽 大佛寺一事 四皇子误打误撞 捉拿了刺客 坏了他的好事 如今 他本是想利用忠永伯的儿子 被打一事 给苏清一出 没想到 牵扯出德飞给耀膏做手脚的事 这 郑国公强大的内心有点崩溃 怎么打来打去 总是他们一家人在互相追逐 彼此揭发 太后阴冷的目光看向苏清 苏清方才问起 他会不会袒护德飞的话 还若雷声一般回荡在他的耳边 现在就出了这种事 让他一张老脸往哪儿搁 德飞吴德 耻夺丰厚 将被常在 天居冷宫 陛下 德飞娘娘犯错 臣叫女无方 惭愧不已 不过 臣有几句话 想要当众问问救王妃 皇上沉着脸没说话 郑国公转头 问苏清 臣很奇怪 为何今日的事 不管是之前的华清宫失火也好 还是钟永伯置位也罢 原本都是冲着救王妃您的 怎么臣觉得 您像是有备而来 郑国公这何意 莫非犯错的人被查成 这还是受了冤屈的人的错 求殿下莫要动怒 臣只是好奇 九王妃不会回答你这种可笑的问题 若是好奇 不妨直接问问德飞 不 如今是常在 九王妃是不会回答 还是不能回答 殿下说我不会回答你的问题 我就绝不回答 不过 我可以让福星满足你的好奇心 我家主子 是洪光大师亲自开过光的祥瑞 谁要想陷害祥瑞 那就是和老天爷过不去 自遭天谴 郑国公顿时一张脸扭曲起来 祥瑞 祥瑞自然能逢凶化吉 他还能说什么 是质疑洪光大师 还是质疑大福寺的法事 如果质疑了 那就是质疑皇上 郑国公险些没被福星 这睁眼说瞎话 气得一口血喷出来 皇上冷眼瞥过郑国公 心头冷笑 跟朕的紫荆将军玩套路 被套住了吧 说实话 皇上此刻的心情 愤怒之下 还是有那么一点高兴的 郑国公与太后一党日渐壮大 在朝中已经影响半个朝局 他做梦都想搓一搓郑国公的锐气 今儿也算因祸得福了 这也是为什么 明明一桩宫廷丑闻 皇上却没有遣散朝臣 而是当着文武百官的面 当堂审讯 因为他知道 苏卿和荣衡坦坦荡荡 绝对做不出那种痴媚之事 只是他没想到 德飞给了他这么大的惊喜 福星言落 皇上深吸一口气 朝郑国公道 叫女无德 即使你自知惭愧 便闭门思过三日 罚奉三年 长长记性吧 别把未出阁的女儿也交歪了 郑国公 这也能烧带把他给罚了 然而他还不能辩解 华清宫失火 皇上也无法再宴请苏卿和荣衡 事情搞得这么闹心 等到一切都处置完毕 散场 离宫的路上 平安侯府苏二老爷叫了苏卿 清儿 苏卿回头 面无表情地看向苏卿 二叔何事 苏卿一脸真诚而痛心疾首的 朝苏卿道 清儿 你一定要和朕国公府闹得这么僵吗 这对你有什么好处 冤家一劫不一劫 苏卿 你大爷的 这是我要跟他闹僵吗 你眼瞎了 没看出他们要往死里勾我 冷冷看着苏二老爷一意 苏清道 二叔觉得我该如何 苏二老爷叹了一口气 今日 你是受了些委屈 可德飞娘娘被降为常在又幽进冷宫 也实在可怜了些 等陛下怒气过了 你劝劝陛下 苏卿震惊了 这是人说的话 荣衡立在苏卿一侧 冷着脸朝苏二老爷 你知道他是本王的王妃吗 莫名其妙一句 把苏二老爷问呆了 顿了一瞬 才低头道 臣知道 荣衡冷哼 既是知道 就该知道君臣之别 你是臣子 他是王妃 千二也是你叫的 跪一个时辰再离宫 说完 荣衡点了一侧的宫人 你 盯着他 苏二老爷 宫人 唐清见苏二老爷无动于衷 抬脚朝他腿弯就是一踢 苏二老爷扑通跪下 膝盖撞击在青石板 差点疼得他叫娘 本王的话你最好听着 少跪一刻钟 思寸了一下 荣衡悠悠道 本王让福星蹲点等你 福星立刻眼睛一亮 他想打苏二老爷的闷棍很久了 一直没有机会 回府的路上 马车里 果然是不打无准备的仗 今儿一仗准备够充分啊 那是 也不看看我是谁 瞧着苏青满目光辉 荣衡眼底笑意 越发温柔似水 这一瞬 他好想马车再颠簸一次 让他趁机再亲吻一下 然而 马车走得四平八稳 你怎么知道 德肥要火烧花青宫 我不知道他要火烧花青宫 那你改了头睡地点 还把火药换成花瓣 母妃没告诉你 今儿进宫之后 母妃特意派人告诉我 把地点换了 又让青碎给了我一包花瓣 我以为你知道呢 熊横 难怪 方才德肥与太后发难 他母妃一脸坦然地坐在那 一点都不担心呢 药膏的事 该不会也是母妃告诉你的吧 不是 我用心准备的就是药膏的事 第一批药膏被送到平阳军 军营的时候 苏青就知道药膏被人动了手脚 可如果他直接向皇上回禀此事 最终结果只是随便什么人出来背锅 然后不了了之 岂能如此便宜了罪魁祸首 不给他点够分量的惩罚 就缩减不了他害人的肥胆 苏青正为这件事发愁呢 结果四皇子就撞枪口上了 前脚抱揍了四皇子 后脚苏青就安排钟永博儿子挨揍一事 再让人在钟永博面前上点眼药 告诉他自己给他的药膏被下了药 凭着钟永博和郑国公的关系 他一定会将此事告诉郑国公 郑国公就一定会利用此事打击自己 果不其然 荣衡哼哼道 说什么给我报仇呢 结果是给平阳军报仇 苏青白了荣衡一眼 你不是平阳军女婿 话音落下 肃青顿时耳根微红 郑国公怕是做梦也想不到 他原本打算用钟永博的儿子对付你 结果闹成这样 旧敌深入在迎头痛击 这都是兵家常事 笑容里带着放荡不羁的嘚瑟 落在荣衡眼中 怎么瞧都是可爱 宫里 皇后奉旨处置了 德妃寝宫上下一杆工人 你做什么呢 云霞公主吓了一跳 趴着胸脯回头看向皇后 母后进来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 吓死我了 你做什么 云霞公主将苏青画到纸上 左侧写着唧唧如玉令 右侧写着富贵宝平安 中间苏青一脸凶残 手握钢刀摆出一个大杀四方的动作 云霞公主得意的看了眼自己的大作 朝皇后道 母后经过今儿的事 儿臣悟出一个道理 皇后还未回过神来 什么到底 儿臣觉得 女人就该活成紫荆将军那样 如果女儿也能那么强大 太后和德妃就不再敢欺负母后了 胡说什么 云霞公主哼哼道 哼 儿臣没有胡说 反正从今儿起 紫荆将军就是儿臣的人生目标 儿臣发誓 要和他成为一样的人 这样的话 万万不可在人前再说 母后放心 儿臣又不是傻的 不过从今儿起 儿臣要和苏青统一战线 你好好做你的公主 将来母后给你找一个称心如意的驸马 离皇宫阴暗远远的 好好过你的小日子 别再瞎琢磨还统一战线 说 母后觉得家人就能远离是非了 您瞧姑姑 她过得好吗 云霞口中的姑姑 便是太后的亲生女儿 皇上的包妹 如今的长公主 她过得好不好 自然有她自己的缘故 你又和她不同 云霞这么善良 一定不会差的 母后 苏青也是善良的 你也知道 平阳军上下没有说她不好的 但是她这么好 太后还不是要与她为敌 她若不够凶残 早就化成灰了 母后不必再劝儿臣 儿臣心意已决 明儿个儿臣就求父皇 给儿臣找个师父 教儿臣武功 反正善良归善良 人生在世 不能不凶残 算了 缺点武功傍身也好 况且云霞从小娇身惯养 未必就能坚持几天 啊 儿臣和苏青也真是有缘分 要不是苏青忽然变成女的 这会儿也轮不到九皇兄 他就是儿臣的驸马了 母后 闹出这种事 是不是要封赏苏青 也是安抚呀 皇后点头 母后 您可要赏给他点好的 这一箱 皇后与云霞公主说着贴心话 那箱 郑国公阴沉着一张脸 坐在自家书房 钟永博坠坠不安的坐在客位 大人 我实在没想到居然成了这种局面 没想到 没想到 出了事 你们只会说没想到 德妃被降为常在 邮居冷宫 他被禁足三天 罚奉三年 郑国公夫人到现在都昏厥不醒 太后一回宫就吐了血 四皇子得了消息 急得往外冲 想要进宫替德妃求情 然而脚下虚弱 一脚被门槛绊倒 险些掉了门牙 你们是穷的吃不起燕窝 为什么眼皮的浅的做出那种事 郑国公咬牙的 堂堂的钟永博坞 居然让一个被禁足的侧妃 托人网出夹带燕窝 如果不是钟永博儿子 恰好撤四殿下的燕窝 能牵扯出后面的事吗 这下好了 德妃的心腹陆太医 被打了三十大板 大人 那燕窝 实在不是我让侧妃送的 陆太医送来的时候 我也很吃惊 是陆太医说 侧妃一片孝心 又不好再送回去 我才留下的 我问你 药膏的事 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药膏是太愿熬制的 其初我也没有怀疑 只是犬子身上的伤 擦了药膏的地方 比不擦药膏的地方 还要严重 这些你已经说过了 你说我不知道的 不知道的 能说的 下官都说了 那天就全说了 没有别的了 你好好想想 从头到尾 就没有一点异常 结合今儿的事去想 钟永博猝眉身思 片刻摇摇头 没有异常 唯一的异常 就是犬子被毒打一顿 可今儿也没有讨到说法 你儿子是三天前被打的 对不对 钟永博点头 郑国公的眼底 阴云密布 三天前 钟永博儿子被毒打 三天前 四殿下的燕窝吃完 病情好转 会有这么巧合的事 苏卿和荣恒也抵达府邸 他们前脚下车 宫里给的安抚恩赏 就跟着到位 皇上赏了一批 皇后赏了一批 太后赏了一批 三批赏赐 皇后给的最实在 我和皇后也没什么交集啊 皇后这人真好 你和皇后没有交集 但是皇后和你可缘分大了 在此之前 得非掌管一半的六宫事业 苏卿 恩赏清单已经列出 福星看着上面满纸的好东西 一脸肉疼的表情 李生和苏卿道 主子 这些都要算夫妻共同财产吗 岂不是便宜了九殿下 起初 对于夫妻共同财产这个名字 福星是抗拒的 原因很简单 没听过听不懂啊 不过现在他说的很溜 一面说完 福星一面偷偷看了荣衡一眼 宛若荣衡是欺压霸占 他家主子财产的恶霸 荣衡顿时脸一黑 说悄悄话 你能稍微低点声音吗 他一点也不想听到 荣衡绷着脸 朝苏卿道 你放心 你的钱都是你的钱 本王一分不要 苏卿立刻问 那你的钱呢 荣衡咬牙 咱俩平分 哎呦 这话怎么好随便说 什么你的我的 都成亲了 要不 你发个读事 或者写个字句 荣衡 他一定会英年早逝 美好的爱情 也拦不住他内心的暴躁 殿下 去哪 赚钱去 啊 荣衡一走 福星就心满意 组的将自己收好 嘿 主子 小的怎么瞧着 九殿下不太开心啊 大约是 卓子的案子没有进展 心里着急吧 福星点点头 没当回事 主子 什么时候把药膏卖给四殿下呀 再有二十万两 咱们就能凑齐明天开战的额外军费了 这些钱发下去 够平阳军家属吃喝半年呢 不急 让他再煎熬两天 现在卖 人家肯定不买 之前药膏被动了手脚 四殿下和那些太医一定觉得 只要用了没被人动手脚的正常药膏 四殿下的病就能要到病处 先让他们做会梦吧 当美梦变成了噩梦 他的药膏再出现 那才是救世神药的 我让你在大福寺那边安排的事 安排好了 嗯 早就安排好了 自从您成了祥瑞 红光大师就格外好说话 小的才一提 红光大师二话没说就应了 你有没有告诉他 这件事不要让皇上知道 上次是坑文武百官 皇上乐得分一份羹 所以不仅不追究他 反而配合了一把 这次是坑皇上欠儿子 皇上不追究才怪 而且皇上那么英明 一旦知道他安排了药膏的后手 前面那些事 稍稍一想也能知道是他的手笔 那他才得不偿失呢 主子放心 小的让红光大师发了毒誓 他肯定不会说 红光大师发毒誓 那场面难以描述啊 一脸慈悲的红光大师 一手直开抛光珠 一手举起三根手指在耳边 思眉善目镇镇有词发毒誓 脑补一下如来发毒誓 见苏青看过来 复兴认真点头 真的好主张 苏青 主仆俩正说话 薛天引着一个小公公进来 苏青掩认出 睡御书房小内侍 忙起身 小公公客客气气 朝苏青鞠了个躬 转头又讨好的朝复兴笑笑 自从苏青嫁给九殿下 成了九王妃 每每逢兄化吉也就算了 他化吉的手段太过耀眼 战绩彪病 尤其是今天 直接把德飞搞下去了 此刻 苏青演员成了工人心中的战神 闪闪发光的那种 公公何事 小公公恭敬道 陛下口谕 宣九王妃 即刻进宫觐见 又进宫 难道皇上察觉到了什么 苏青狐疑地看向小公公 朝复兴递过一个眼色 复兴会议 转头取了个红风 塞到小公公手里 给的是红风 小公公却生生接出了 披霜的气势感 手指碰到红风一瞬 一脸惊悚 向后退了一步 静惰地看向福星 啰嗦道 做什么 生怕福星一个不高兴 把他也给抡了 福星 这年头还有人怕钱呢 有劳公公方便透露一下 父皇传我进宫 到底是何事 疾病王妃 陛下传您进宫 是为了了解那些药膏的事 眼下六部的尚书都在御书房 特谢公公 一点心意 公公拿去喝茶 御书房里 六部尚书全在 不仅六部尚书在 太院院士也在 苏青有点不明白 处置药膏的问题 刑部尚书和公部尚书来干嘛 凑人头 起来吧 刺座 苏青心头一喜 能刺座 说明皇上啥也没发现呢 第一批药膏已经快要送达前线 现在收回来 依然来不及 你可有良策 苏青 屁股还没坐稳 立刻起身 嬉禀父皇 儿臣已经命平阳军军中传令 使八百加级赶往前线了 如何处置 也只能根据前线的状况 由平安侯自行决定了 在传令使抵达之前 药膏如果已经投入使用 这损失 怕是无法挽回 只能等传令使到了 随军军医 将药膏一一甄别 苏青这话 红太院院使说的 基本没什么分别 就没有更有效的法子 苏青眼见皇上挪开了视线 立刻坐下 苏青刚坐下 行不上书看过来 臣倒是有个法子 不过能不能执行 还要请教九王妃 苏青 再次站起来 苏青一脸微笑 您说 先头有几只羊驼奔过 父皇 你确定次座是一种恩宠吗 您考虑过被次座者的腰吗 行不上书咳了一下 不知九王妃的战车 能不能抛制液体 如果可以的话 将那些残了黎炉汁的膏药 融在水中 投到南梁军中 不行 行不上书一脸失望 无声的叹了口气 苏青坐下 行不上书叹气的一瞬间 或不上书转头看向苏青 不能投制液体 那能不能把药膏 直接流入南梁军中 苏青 这样的话 你直接同皇上说不好吗 扶着老妖再次起身 苏青朝护不上书道 大人能说得再详细一点吗 护不上书看了皇上眼道 既然第一批药膏 流入我军将士手中 那如果 我们再通过一些渠道 将这些药膏 转入南梁王军师手中 让他们以为 这些药膏是治疗外伤的神药 随着护不上书的话音响起 苏青不由深深的看了他一眼 护不上书的想法 与他不谋而合 早在当初第一批药膏被送往前线的时候 他就命人传书送给平阳侯 一则告诉他药膏中有一部分是有毒的 二则建议他将有毒的药膏 通过养子令流入到南梁战场 虽然有些卑鄙 但是两军对战 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父皇 护不上书大人说的 儿臣觉得可行 可渠道难找 我们在京都 自然觉得渠道难找 平阳侯在前线 想必还是有些法子的 说完 礼部尚书朝皇上一行礼道 陛下 臣觉得此计可行 公部尚书跟着道 臣复义 立部尚书也道 臣复义 刑部尚书低着头 不知在想什么 户部尚书则是有些惊趣的 看了苏千一眼 朝皇上道 这只是臣的一时之想 平阳侯也未必 就真的能找到途径 毕竟前方战事激烈 有许多突发状况 需要平阳侯应对 他不一定就能顾全那么多 李部尚书摇头 此言诧异 平阳侯统帅平阳军数年 岂能没有这点手段和能力 你我完全不必担心 平阳侯一定能妥善处理 苏千 你呆的 虽然他爹是有本事 但是李部尚书你说的这是人话吗 意思是 我爹要是处理好了 那是本分 处理不好就是能力欠缺 不够尽心尽力是吧 苏千掏出心里的小黑本 默默记下李部尚书的名字 李部尚书说吧 护部尚书盲道 平阳侯的能力和手段自然是有的 但是 战事与其他不同 瞬息万变 生死难了 一切也不是定数 李部尚书一脸自信的笑 平阳军铁骑乃九王妃亲自训练出来的 九王妃何其能干 他训练出的人自然也不会差 臣觉得药膏问题虽然严重 但也没有到了威胁到平阳军的地步 陛下宽心 平阳侯一定能给陛下一个惊喜 苏千 他想揍人了怎么办 等李部尚书说完 户部尚书想要再辩驳几句 皇上一声咳 阻断了他的话音 六部尚书并态怨怨使 忙吹头 皇上道 这件事 正在想想 你们退下吧 这就退下了 貌似也没议论出个什么呀 而且 他也没发挥任何作用 此刻 苏卿怀疑 皇上把他叫来的真正意图 不是让他来出谋划策的 是来锻炼他的腰的 出了御书房 早有惠妃的宫女青碎守在一侧 看到苏卿忙引了上去 王妃 娘娘请您过去坐坐 看了一眼走在前面的李部尚书 苏卿应了 好 既然惠妃相约 今儿就暂且放过呢 惠妃的请宫距离御书房 约没有半煮箱的路程 进了寝宫 不提苏卿行礼 惠妃便将她扶住 一家人 不讲这些虚理的 快里面坐 苏卿心里暖暖的 跟着进去 今儿多谢母妃提醒 不然 儿臣真的就中了圈套 哪里话 你是我的儿媳 我自然要提醒你 听说你会坐小鱼竿 坐得不算太好 左右闲着无事 不如我们去小厨房 坐小鱼竿 苏卿 闲来无事就要坐小鱼竿吗 可惠妃都这么说了 而且惠妃已经起身朝外走了 她能怎么办 对敌人 她是凶残的 可对自己人 她很宠溺啊 然而当苏卿一脚踏进小厨房 看到灶台上早就摆好了半盆小鱼竿 并一应佐料时 苏卿顿时嘴角一抽 这是一时兴起吗 分明是早有预谋啊 还能比这个预谋更到位吗 小厨房的灶台火都少忘了 难怪方才贵妃与她闲聊 说的全是吃屎 简直是水到渠成啊 不过贵妃待她好 她给贵妃做小鱼竿也是应该的 毕竟是长辈 话不多说 苏卿噼里啪啦一阵忙活 看着苏卿娴熟的动作 贵妃一脸欣慰 能娶到这么好的儿媳 横而有福了 被贵妃心里默默祝福的容某人 鼻子一息 打了个喷嚏 长青一脸担心 天下回去吧 您都在鼓楼大街转有十五圈了 没听说过在鼓楼大街六弯就能赚钱呀 要那样 这鼓楼大街还不得被走塌了 荣恒一脸惆怅 媳妇那么财迷 她到底怎么样才能够快速赚到钱呢 十八年来 她一直衣食无忧 从来没考虑过这种问题啊 走着走着 背后忽然传了一声怒吓 让开让开 勾引怎么长的 大人的路也是你长的 一辆官用的马车矗立在面前 车夫坐在马车上 正一脸不耐烦的摆弄着鞭子 马前面 立着一个小丝模样的人 就是他朝荣恒怒吼的 荣恒转身一瞬 那小丝这样扬起手去推荣恒 脸上带着嫌弃和怒吼 荣恒一转身 那小丝看到荣恒的脸 顿时抬起的手僵在空中 脸上表情实话 嘴角很狠抽了一下 九殿下 不是 就算您不起眼 还有王妃呢 连王妃的男人都敢吼 我腻歪了吧 荣恒冷着脸 认识啊 认识就好办了 本王不知道 本王何时成了不长眼的 九九殿下了 礼部尚书坐在马车里 猛地听到帘子外 荣恒的声音 惊得心头已机灵 立刻掀起帘子下车 九殿下 得罪 得罪 石下官 荣恒眼角微颤 眼睛一眯 瞬间 彻底迸射出精芒 本王当是谁 敢如此对本王不公 原来是郑国公的好友 四皇兄府邸的座上兵 李部尚书大人 难怪了 听荣恒这么一说 李部尚书脸色一白 低头认罪 石下官玉下不言 下官之罪 殿下息怒 只是方才 他只看到九殿下的背影 实在是没有认出来是您的 息怒 你觉得本王该如何息怒 我家殿下身子不好 人尽皆知 若是你家小四 冲撞了我家殿下体内毒素逆行 你吃醉得起 这是息怒不息怒的问题吗 殿下大人有大量 饶下官一遭 下官一向上人头担保 他是真的没有认出殿下 若是正面遇上 给他十个胆子 他也不敢对殿下如此 下官刚从宫里出来 带了陛下的旨意 正着急着去解决平阳军药膏的事 故而才心急了些 若是平常 断然不会发生这种事的 殿下 下官还要去执行陛下的旨意 等下官办完正事 一定登门道歉 您看可好 不知礼部尚书背后有多大的后台 居然敢指使自己的小厮 当街怒骂九殿下 长青印嗓子扬起 顿时吸引了周围路人看过来 殿下 下官之错 下官之罪 但是陛下命令的事实在十万火急 殿下潜荣下官办完正事 事情一完 下官立刻登门道谢 任由殿下处置 这么说 德妃娘娘往平阳军前线用的药膏里下毒 陛下居然派了您来解决此事 围观的人群轰的就乍响了一轮声 德妃往平阳军药用的药膏里下毒 这么缺德还得非 李部尚书怎么也没想到 这种事情 长青居然敢当众说出 惊得心跳一致 看向荣衡 殿下 这种事 您怎么能让人当众讲出 皇室颜面何存呢 哼 为什么不能讲出 不能讲这件事 那本王身体中毒多年 全是四皇兄下毒所致 这件事 本王能说吗 本王不怕父皇责备 更不怕百姓议论 希望你们也不要怕 李部尚书 九万两 你送到本王府邸 这件事就这么算了 不然 哼 阴侧侧一笑 荣衡看着李部尚书 李部尚书惊呆了 九皇子在敲他竹杠 还敲得这么直白 殿下 下官两袖清风 再加五千两 你多解释一句 本王就多加五千两 下官一定送上 不必 本王有的是时间 本王亲自去府上取 走吧 说完 融合抬脚钻进 李部尚书的轿子 那样子 仿佛他是被 李部尚书请上去的 李部尚书 这还是那个 孱弱胆小又忍气吞声的 九皇子吗 拿着九万五千两的银票 离开李部尚书府邸的时候 殿下 是奴才误会您了 嗯 原来在古老大街六弯 真能赚钱 殿下 下一个目标 是谁 这个时候 宫里的苏青 刚刚炸完一盆小鱼干 母妃 小鱼干趁热好吃 您尝尝 其实小鱼干趁热好吃 那你辛苦半日 本宫就不留你了 快回去歇着吧 这什么逻辑 惊恶的看着惠妃 惠妃一脸风轻云淡的微笑 这种感觉 她进宫 就好像是专门来炸小鱼干的 御书房一事 只是顺带 有这么另类的婆婆 她能怎么办 嗯 儿臣告退 扶星一步三回头 主子 上次炸小鱼干 皇上吃了几乎全部 酒店下吃了剩下的全部 笑得全部没吃 等回府我再给你做 真的 真的 惠妃的寝宫 燕瞧着苏青鹤扶星走远 惠妃松下一口气 转头问清碎 陛下来了 清碎点头 王妃才听小厨房的时候 陛下就来了 走吧 皇上让他找苏青来做小鱼干 还专门交代 不许苏青知道这小鱼干是给他做的 他能怎么办 走了两步 惠妃吸吸鼻子 鲜香麻辣 闻着是有点香啊 尤其是油爆辣椒那股味 苏青说 小鱼干趁热吃才好吃 转头盯着青碎手里的小鱼干 惠妃的嘴巴抿成一条线 眼珠一动不动 口水随着嗅觉浓郁 渐渐冲凝口腔 咕咚 咽下一口 就在清碎毫无知觉之时 惠妃猛地伸手到盆里 翘着兰花纸捏了一条小鱼干 飞快地丢到嘴里 清碎简直惊呆了 差点扔了手里的盆 天呐 刚刚发生了啥 他优雅又迷人的惠妃娘娘做了啥 清碎瞅目结舌地看着惠妃 惠妃嚼着嘴里的小鱼干 一脸幸福的享受 眼睛微微眯起 太好吃了 无视清碎的震惊 惠妃又捏起一条丢到嘴里 不过 为了堵住清碎的嘴 惠妃紧接着又捏起一条 塞到清碎嘴里 清碎双手端着小盆 拒绝不了 一张脸都要哭了 奴婢不敢 本宫给你的 有什么不敢 吃 惠妃一边嚼自己的小鱼干 一边对清碎倒 清碎 没扛住嘴里口水的抗议 阿妩吃下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要命一条要头一颗 唉 真的好好吃 清碎一脸激动 一面嚼着小鱼干 一面朝惠妃看去 目光赫赫 惠妃点头 难怪陛下要用这种方法 宣苏清进宫 这想 惠妃和清碎主仆俩 抱着半盆小鱼干 一会儿一条 一会儿一条 昏然不觉 寝殿里的皇上 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你就看看咱们还不来 朕方才瞧着苏清都走了 福公公得令 立刻抬脚出门 小厨房里 福公公一进门 恰好看得惠妃正捏起 一条小鱼干丢到嘴里 福公公眼角一抽 差点让门槛给绊倒 呃 什么情况 福公公一脸震惊并复杂的 看着惠妃 察觉到有人进来 清碎一转头 看到福公公 吓得差点没跪下 顿时一脸惨白 偷吃一时爽 被抓乱葬岗啊 福 福 福公公 清碎嘟嘟嘟 用他抓过小鱼干的手 扯了扯 惠妃的衣袖 娘娘 福公公来了 惠妃 一条小鱼干吃到一半 惠妃转身 看到福公公 眼角一抽 还剩下半条是吃 还是放回去 福公公尴尬的咳了一声 哎 地下催了 小鱼干若是做好了 娘娘就端过去吧 全当什么都没看见 清碎顿时大松一口气 如同起死回生一般 感激看向福公公 对于这种救人一命 设造奇迹浮屠之事 福公公做得多了 没把清碎的感激放在眼里 只朝会飞道 娘娘说我说考 会飞 深吸一口气 会飞得体地将剩余半条小鱼干吃了 然后紧拍擦手 朝福公公淡定笑道 不必 福公公 您够自信呀 福公公是善良的福公公 到底没忍住 提醒道 娘娘 多注意些 总是好的 会飞一脸吻操胜券的表情 本宫自有分寸 说完 会飞抬脚离开小厨房 福公公这样一脚迈出小厨房门槛 天哪 着火了 福公公一惊 啊 哪 福公公一句话没说完 才啊了一声 会飞眼急手快 怕的将一条小鱼干塞到福公公嘴里 动作流利 一气呵成 福公公宛若若一尊石像僵硬在原地 头顶一团乱麻 嗖嗖的飞 发生了啥 不过 难怪上次在九殿下腹底 不顾九殿下明示暗示 皇上硬是顶了一张老脸 把一盘小鱼干吃的就剩两条 今儿又借御书房义士的由头 宣九王妃进宫 真的是好吃啊 福公公嚼完一条小鱼干 回味无穷 满嘴鱼香 回到寝殿 陛下吃就是 臣妻方才已经吃过了 你吃的那些都是炸糊了的 怎么能同这些金黄色的比啊 炸糊了的也极好吃 对吧 福公公 是 方才娘娘啊 赏能用才一口 糊了的 也是极好的 皇上深深看了福公公一眼 但笑不语 这香 会非伺候皇上用膳 那香 苏清已抵达府邸 主子 不太对劲啊 上次赵大人家的激发风钱 好像就是这样的 不等苏清坐下 常清就手无助导 巴拉巴拉 讲方才的事说了一遍 讲的那叫一个跌宕起伏 栩栩如生 不知怎的 他说话的时候 苏清脑子里浮动的 却是春晚舞台上 白云的台词 锣鼓宣天 鞭炮齐鸣 红旗招展 人山人海 只是等常清全部讲完 苏清一张脸就阴沉下来 原本以为他家王妃会很高兴 眼瞧着他家王妃脸色不对 常清说着说着 压低了声音 朝荣恒看去 荣恒微微皱眉 苏清趴得一拍桌子 专脸看向荣恒 满脸怒气 这么说 你让李不尚书当街羞辱一顿 他就用九万两把你打发了 那种质问质地有声铿锵有力 常清直接惊呆了 那可是九万两啊 九万两啊 不是九两也不是九十两 是九万两啊 这个李不尚书 在御书房的时候给他爹上眼药 在街上欺负荣恒 这是以为家里没大人了吗 哼 拳头一捏 苏清愤怒地砸向桌子 顿时 桌上的杯盏 齐刷刷四分五裂 常清 宛若看到四分五裂的李不尚书 我知道 九万两不是个小数目 甚至可以称作一笔巨款 但你是个皇子 不是随便什么人 难道你的人生目标就只有讹诈别人九万两吗 隆恒 好 就算你要讹诈 他李不尚书当机欺负你 然后甩给你九万两你就满足了 你的尊严就被这九万两践踏了 就算你的尊严值九万两 那我的呢 我的男人 也是他想欺负就能欺负的 隆恒 苏清义愤填膺 抬手一摆 这件事你不要插手了 我来解决 你好好想想 作为一个皇子你到底该干些什么 你要是实在对争权夺势没有兴趣 你训练安慰做什么 吃干饭 隆恒 常清 怎么感觉他家王妃训斥他家殿下 就像先生训斥学生一样 我去给你讨个公道去 气死我了 真当家里没大人了 说完 苏清抬脚朝外走 隆恒起身 一把拉住苏清 苏清回头 眼底带着怒气 你拉着我做什么 别和我说大事话小小事话两 这件事不是小事 隆恒深邃的眼底 闪烁着深沉的柔情 将九万五千两银票 塞到苏清手里 顺便握住苏清的手 我知道 九万两和我皇子的尊严根本无法相比 我也知道 堂堂皇子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我更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 可有这九万两 你就凑齐了明年开战的额外军饷了 既然做了我的王妃 我不想你为了前脚尽脑汁 苏清 什么情况 他鼻子好像有点发酸 眼睛也好像有点发色 同时将被隆恒握住的手也抽出来 尴尬又别扭地躲开隆恒的目光 后退一步 即使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 就不要浪费时间和精力 隆恒上前一步 又握住苏清的手 为你做事不较浪费 我心甘情愿 甘之无疑 苏清 情况不对呀 这或这节奏 像是在告白呀 苏清错愿地抬头看向荣恒 同时抽出一只手 摸摸他的额头 果然有点发烫 苏清顿时松下一口气 松得浑然不绝 我就说好好的你说什么胡话 原来是发烧了 说着 苏清手指搭向荣恒的手腕上 枕了个脉 有点伤风得吃点药 我一会写了药方 你让长青去准备 松后 他好不容易借力大力 结实大事 鼓足勇气表个白 结果发烧了 这么多药 我怕提不动 你陪我一起去吧 苏清眼角一抖 提不动 你是要去搞药材批发吗 你提不动 那个 我们不是才敲战了 礼部尚书九万两吗 万一 那个 你看 对吧 好了好了 你是怕人家打击报复你吧 走 我跟你一起去 长青立刻一笑 扯了复兴就走 等长青煎好药 最快也得一个时辰 你怕是烧成了傻子 进屋脱了衣服等着我吧 我很快就来 说完 苏清一阵风离开 进屋脱衣服 等着 还沉浸在告白失败的 惋惜中的容恒 一听这话 险些喷出两股火热的鼻血来 等着做什么 拖着虚弱的大长腿 容恒一面满脑子昏昏沉沉 遐想着 朝屋里走 一面脱衣服 脱一件 就顺便在地上丢一件 等苏清提着一坛子酒回来时 那炒面 容恒的衣服 一路从外厅撒到礼物 就宛若 正式回屋 当场把迫不及待 偷情的小三和扎夫 怼在屋里一样 皱了皱眉 在地上没有找到容恒的礼库 苏清莫名地松了一口气走过去 容恒已经盖了被子躺平 目光游离 嗓音暗哑 带着低沉唇厚 我脱好了 等你 看着容恒 脱红的脸颊 无力地翻了个白眼 果然男人都是大猪蹄子 都病成这样了 脑子里还在胡思乱想 香艳的场面 也不知道对哪个贱女人动了情 居然当着她的面 就表现得这么直白 心里莫名其妙 泛起一股火 苏清瞪着 已经被烧迷糊的容恒 磨了磨牙 举着酒坛子 仰着头 朝嘴里灌下一口 酒坛子顺手割下 苏清将容恒的棉被掀开 露出她白花花的上半身 大猪蹄子 一口酒 喷在容恒身上 苏清双手合一 来费摩擦几下 等把手掌摩擦得火热 然后坐在床榻一侧 开始给容恒用酒精揉身上 前胸后背 大腿小腿 除了不能揉的地方 能揉的都揉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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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